約克大學的助理教授林寶珠 首次撿到的紀錄片《緣分》 《Exclusion Beyond the Silence》 正在今年的第28屆 多倫多亞洲國際電影節度播映 這部影片探討了20世紀初 聯邦政府排華法案等移民政策 如何影響華裔社區 並且藉著兩個家庭的中國之旅 展示華裔百年來的韌性 華裔第四代林寶珠籌劃拍攝紀錄片《緣分》至少五年 她透過大量家族檔案影片和照片 掃說華裔過往百年艱辛的歷史 並同另一位素未謀面的林姓中親Helen 一起軟負中國 希望由不同華裔家庭的家族故事 呈現出另一個角度 細說緣分兩字的意義 我認識她在她的活動中 所侮辯的身份 在我的腦部裔家庭的身份 在我的身份 歷史上的長輩 尤其成的年齡 的長輩 那可以看回到這時 有個詳細節的 有個詳細節的 我認為我感覺到她的 有個真心 和她的 有個大小的 她愛她的 她愛了 她的力量 並且 她能夠關注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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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擔任導演的林寶珠 亦都在紀錄片緣分裏面 透過不同的拍攝方式 巧妙點出華裔和食物之間的緣分 令影片內容更加貼近觀眾 有一 光 一 光 三 光 通常展現有關理論 在ского朋友中 是不同的擴焦 政府主要辭職 Big風地土和他親近 6 人身上創ierz 創媒等同但 tipo 是真的有點推ע 解釋後後的影片 which came quite late in the film.